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民法盖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单元介绍婚姻的前半段 说明结婚的问题 还有婚姻的普通效力 以及夫妻财产制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亲属的种类 那我们民法上把亲属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配偶 第二个血亲 第三个姻亲 血亲分为自然血亲 法定血亲 姻亲分三种 血亲的配偶 配偶的血亲 还有配偶 血亲的配偶 那么自然血亲就是指有血统关系的亲属 比如说子女跟父母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那么和叔叔伯伯 舅舅阿姨 祖父母 外祖父母 这些都是自然血亲 那么什么叫法定血亲呢 就是说本来没有血亲的关系 因为完成法律的手续 变成了血亲 像养父母跟养子女之间 因为完成了收养手续 就成为血亲 就叫法定血亲 那么姻亲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血亲的配偶 比如说你跟你的嫂嫂是姻亲 因为她是你的哥哥的太太 就是血亲的配偶 还有第二种叫做配偶的血亲 比如说你跟你太太的姐妹是姻亲 跟你太太的爸爸妈妈是姻亲 第三种叫做配偶 血亲的配偶 比如说你跟你太太的姐姐的先生 就是莲金也是姻亲 那这是民法上的姻亲呢 就只有这三种 血亲开头的一个 就是血亲的配偶 配偶开头的两个 就是配偶的血亲 还有配偶血亲的配偶 不包括血亲配偶的血亲 这种不叫做姻亲 那么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亲家 并不是姻亲 没有亲亲关系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民法上亲属的种类 那么接着再看这个亲属的亲系和亲等 我们先看血亲的亲系跟亲等 亲系可以分为直系旁系 亲等呢用数字表示 那这个图呢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比如中间是你本人 那么你跟你的父母亲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跟你的子女 孙子 真孙 玄孙 那么跟你的兄弟 姐妹 堂兄弟 叔叔 伯伯 舅舅 阿姨 都是血亲 但是你从你的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那边来的 你的子女 孙子从你那边来的 这叫做直系血亲 跟你有学生的关系 你不是他生的 他不是你生的 所以你跟你的兄弟 姐妹 表兄弟 表姐妹 堂兄弟 叔叔 伯伯 姑姑 舅舅 阿姨 职儿 堂职 都叫做旁系血亲 那么这些亲属呢 亲系怎么算 直系的话比较简单 一代就是一等 以数字表示 数字低的表示关系比较近 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亲 是一亲等 跟你祖父母两亲等 跟真祖父母三亲等 旁系血亲怎么算呢 就是你们各自算到 共同的来源 然后把数字加起来 就是你跟他的亲等 比如说看 你跟你的伯伯 是旁系血亲 几亲等呢 你们共同来源是 你的祖父母 你到祖父母是两亲等 你的伯伯到你的祖父母 就到他的爸爸妈妈 是一亲等 一加二三 所以你跟你的伯伯叔叔 是三亲等的旁系血亲 以此类推 那么再接着看 殷亲的亲系亲等 那这个比较麻烦 我们刚才说过了 殷亲有三种 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血亲的配偶 那么这种殷亲 你跟他直系旁系 几亲等 我们条文规定 血亲的配偶的亲系亲等 从其配偶的亲系亲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比如说 那么本人 你跟你的哥哥是旁系血亲 你跟你的嫂嫂 就你哥哥的太太 是殷亲 那你跟她是殷亲 就是二是殷亲 那你跟她是旁系 还是直系 是几亲等的 从其配偶 就看 你跟你哥哥是直系旁系 几亲等 来决定 你跟你的嫂嫂 直系旁系几亲等 所以 你跟你的哥哥 是两亲等的旁系血亲 所以你呢 跟你的嫂嫂 就是两亲等的旁系 殷亲 第二种殷亲呢 叫做配偶的血亲 那亲系亲等 怎么算呢 就从其 余配偶的亲系亲等 那就多了一个余 不一样 我们看了个图 那么这个本人 跟的儿子是夫妻 那这个本人 跟的儿子的爸爸 就是配偶的血亲 那就是姻亲 那跟这个 爸爸就是他公公呢 是直系旁系 几亲等呢 就看这个爸爸 跟你的先生 就是儿子呢 是直系旁系 几亲等 所以你的先生 跟他的爸爸 就是你的公公呢 是一亲等的 直系血亲 所以你跟你的公公呢 就是一亲等的 直系姻亲 那么第三种姻亲呢 叫做配偶 叫做配偶 血亲的配偶 那么他们的亲系亲等 也是从其余配偶的亲系亲等 那么同样的 我们看另外一个图 那么本人 跟这个联亲 就是二的关系 是姻亲 是什么样的姻亲呢 就是你本人 跟你太太是配偶 血亲 就是他妹妹的配偶 就是联亲 是姻亲 那么到底是直系旁系 几亲等呢 就看这个联亲 跟你的太太 是直系旁系 几亲等 所以我们先看 这个联亲呢 就是最右边那个夫 跟这个左边第二个的妻 就是你的太太 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他们是姻亲 是两亲等 是旁系 我们知道 这一是两亲的旁系 所以这个二的关系呢 也是两亲的旁系 姻亲 那这个也许 一下子比较难懂 我想事后呢 请同学多看一下课本 对照一下 就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再接着我们看 那么亲属的 发生跟消灭的规定 那么先看血亲 自然血亲的发生 因为出生而发生 因为准症而发生 因为认领而发生 那么有关认领跟准症呢 我们在后面 再详细跟各位介绍 那么自然血亲 什么时候消灭了 那么就是死亡而消灭 那么法定血亲 什么时候发生呢 因为收养而发生 那法定血亲 什么时候消灭了 因为死亡 或者终止收养而消灭 那么姻亲 什么时候发生呢 因为结婚而发生 那么姻亲的关系 什么时候消灭了 因为离婚 或者结婚 被撤销而消灭 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当事人死亡 姻亲关系不消灭 比如说先生死掉了 又改嫁 那么这个太太呢 跟先生原来的姻亲关系 继续保有姻亲关系 那这是民法的规定 到底合不合理 那么请各位自行参考 那么再接着看 第二个问题 有关结婚的要件 我们先谈结婚的形式要件 结婚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形式呢 要有书面 还有两个以上的证人签名 那么很重要的 要办理结婚登记 那么这跟过去旧的条文 不一样 过去呢要有两个证人 要有公开的仪式 虽然也规定要登记 但是没有登记的话 并不影响 他们在民法上夫妻的关系 可是现在呢 特别重视的 你即使没有公开的仪式 但是办了护证的结婚登记 才生效 否则的话不可以 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刑事要件 这个结婚是无效的 那么再接着看结婚的实质要件 那么比较多 第一个要达到法定的年龄 如果民法规定呢 男18女16才能结婚 如果没有达到年龄结婚的话 这个婚姻不是无效 是得撤销 反正说如果没有人撤销的话 这婚姻是继续有效的 第二个 要有结婚的合议 就是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别人帮你决定的 不算 它也不是无效 也是得撤销 第三个 没有结婚限制的情形 那么有六点 第一个 亲属关系太近的 那么这个结婚是无效 哪一些是亲属关系太近的 有下面几种情况 直系血亲之间结婚 直系姻亲之间结婚 无效 旁系血亲六亲等以内的 无效 那么第三个 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以内 辈分不同的 如果结婚的话 结婚无效 但是要注意几个例外 收养中子以后 按照刚才的说明 那么亲戚关系结束 但是原来的养妇女之间 还是不能结婚 结婚无效 离婚以后 那么媳妇跟公公呢 也因亲关系消灭 但是因为你们原来是公公媳妇 所以也不能结婚 结婚也无效 第三个 因为收养的旁系血亲 在四亲等六亲等的辈分相同的 例外的可以结婚 那么第二种限制 叫做监护人跟被监护人 在监护关系当中不能结婚 如果结婚的话 是得撤销 第三个 不能重婚 如果重婚的话 这个后面的重婚无效 第四个 结婚的时候不能够人道 那么这个婚姻是得撤销 如果是婚后才发生的 不能人道 不可以撤销 但是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 如果一时不能人道 或者不能够生育 那么都不能够那么撤销 第五个 结婚的时候 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的话 这个婚姻是得撤销 最后一个 如果你结婚是因为被诈欺 被胁迫 那么这个婚姻也是得撤销 比如说你去骗别人说 你是某一种学历 或者你有某一种特别的职业 结果不是 你要因为你这个职业 这个学历跟你结婚 后来发现了 那么可以作为撤销婚姻的理由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结婚欠缺要件 有的是无效 有的是得撤销 那么损害赔偿 民法怎么规定 我们列一个表 来帮助各位了解 有关财产上的损害 那么请求者 不管有没有过失 都可以向有过失的对方 请求财产损害赔偿 但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条件比较严格 请求人一定要没有过失 才可以向有过失的另外一方 请求那么损害赔偿 这是有关结婚无效 得撤销的损害赔偿的规定 那么再往下看呢 我们谈婚姻的普通效力 那么因为结婚了 所以这个姓氏怎么规定 那么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结婚以后呢 还是可以各自保有各自的姓 但是可以约定呢 那么关对方的姓 第二个双方有同居的义务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而不同居的话 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 第三个住所 那么过去旧的规定呢 那么妻子是以丈夫的住所 为法定住所 那么现在新的规定 那么基于男女平等的观念 这个夫妻的住所 到底是以哪里为住所呢 由双方协议 那么协议不成的话 由法院来指定 那么第四个 日常家务的代理 互相为代理人 不需要另外有代理权的授予 第五个 双方有抚养的义务 第六个 有关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的问题 那这是91年呢 新增加的规定 那怎么样分担呢 我们看一个条文 在1003条之一的规定 他说 家庭生活费用 除 法律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夫妻各依其经济能力 家世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 第二项 因为前项费用 所发生的债务 由夫妻呢 负连带责任 这是有关婚姻的普通效力 比较简单 那么再接着看的比较复杂的 有关夫妻财产制的问题 我们先谈夫妻财产制的种类 可以由双方约定 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约定的又分两种 第一种叫分别财产制 第二种叫做共同财产制 那么共产就分普通共同财产制 和所得共同财产制 那么这种约定呢 一定要到法院办理登记 法定的负财产制呢 也分两种 第一种通常法定财产制 第二种特别法定财产制 那我们依序呢 一一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看约定财产制的定例 变更或废除的要件 那么约定的话 一定要书面 还要办理登记 否则的话不能够对抗第三人 第二点 未成年已经结婚了 就不必得他的法院大人的同意 就可以办理约定财产制的登记和废除 那么再看约定财产制的第一种 叫做分别财产制 那么什么叫分别财产制呢 这种最单纯了 就是夫妻各保有其财产的所有权 管理权 用意权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 那这种财产制呢 虽然结婚了 但是各管各的财产 那么即使离婚了 那么都不会有问题 还是等于 那么个人财产自己保管 自己处分 那么再看 普通共产的意义 那么这个我们看个图来 再做个介绍 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夫妻结婚以后 除了特有财产以外 就是丈夫有丈夫的特有财产 妻子有妻的特有财产 把这个扣掉 然后呢 夫的财产加上婚后的所得 妻的财产加上婚后的所得 这个中间这个圆圈呢 就构成夫妻的共同财产 这种叫做普通共同财产制 那么到底哪一些是夫妻的特有财产 要扣掉这个 哪一些是特有财产呢 有几点 第一个 专攻个人使用的物 第二个 个人职业必须的物 第三个 个人受证物 经过证人书面声明 作为他的特有财产 扣掉这三个以外 那么夫妻呢 就把他们的财产 加上婚后的所得 构成共同财产 那共同财产制的效力如何呢 我们分几点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点 共同财产所有权 属夫妻 共同共有 而特有财产呢 适用分别财产制 第二点 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管理 但可以约定有一方管理 第三点 一方对于 共同财产的处分 应该得到他方的同意 但不可以欠缺同意 来对抗第三人 第四点 夫或妻婚前或婚姻程序中 所负担的债务 债权人可以选 共同财产或特有财产来求偿 第五点 共同财产所负的债务 用共同财产来清偿 不发生补偿请求权 那么共同财产所负担的债务 用特有财产来清偿 而特有财产的债务 以共同财产来清偿 就发生补偿请求权 第六点 夫妻一方死亡 共同财产 半数归生存的他方 半数归继承人 那么最后一点 共同财产制关系消灭 夫妻各自取回其 定立共同财产制时候的财产 程序当中取得的共同财产 夫妻各得半数 这是普通共同财产制 那么再接着看 另外一种共同财产制 叫做所得共同财产制 我们看一个图来跟各位 做一个介绍 夫妻结婚以后 那么丈夫的其他财产扣掉 只将双方的劳力所得 并在一起 作为这对夫妻的共同财产 这种财产制呢 叫做所得共同财产制 那么这个劳力所得 就包括了薪资 工资 那么红利 奖金等等 那么接着看 所得共同财产制的效力 第一点 共同财产制适用 普通共同财产制的规定 而其他财产制适用 分别财产制的规定 那么接着再看 那么法定财产制的部分 那么通常法定财产制 就是说夫妻没有用契约 来约定财产制的时候 所适用法律所规定的财产制 叫做通常法定财产制 那法定财产制有第二种 叫做特别法定财产制 就是因为一定的适由 法律强制夫妻改用 分别财产制的情况 这种叫做特别法定财产制 那这个一定适由呢 是指哪一些呢 包括了当夫妻一方 受破产宣告 第二个原因 夫妻一方请求 夫妻的债权人请求 或者法院宣告 而采用的这个分别财产制 叫做特别法定财产制 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法定财产制的效力 那么一般来说 夫妻呢 没有向法院登记 约定财产制的话 我们都采用通常法定财产制 所以我们中国的夫妻呢 90%以上都是采取这种 通常的法定财产制 所以这个效力的部分呢 要请各位特别的注意 第一点 夫或妻 财产把它分为 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 各自保有所有权 各自管理 各自使用收益和处分 那么第二点 夫妻在家庭生活费用外 可以协议 一定的数额的金钱 供夫或妻 那么自由处分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那么私房钱条款 如果协议不成的话 可以由法院来斟酌来定 第三点 债务各自清偿 如果为对方清偿的话 婚姻存疑当中 也可以请求返还 第三个 第四个 财产状况有报告的义务 第五个很重要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么这是民国91年 那么修正的重点 我们细分为两点 跟各位介绍 那么首先呢 先看什么叫做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么它就是说 法定财产制 关系消灭以后 夫或妻 现存的婚后财产 扣掉婚姻关系 存序当中所付的债务 还有剩余的话 这个双方的差额 应该平均分配的权利 这个叫做剩余财产 分配请求权 那这里面呢 有几个要点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什么叫做 法定财产制 关系消灭呢 它的原因 包括下面 五种 第一个 如果双方因为离婚 因为死亡 或者婚姻无效 或者婚姻被撤销 或者改用其他夫妻财产制 有这个原因 消灭以后 然后呢 夫或妻 现存的婚后财产 那这个婚后财产 范围如何呢 包括了 婚后财产的 现存的部分 加上 法定财产制 消灭前五年的 处分的婚后财产 再扣掉 因为继承 或其他 无偿取得财产 及未辅金 这就是 现存的婚后财产的部分 那么什么叫做 婚姻关系 存序当中 所付的债务呢 那么它的范围如何 那包括了 婚姻存序当中 所发生的债务 加上 以婚前财产 清偿 婚姻存序当中 所付的债务 那把这几点呢 弄清楚了 就是 有这些原因消灭以后 然后把这个财产 扣掉这个债务 然后双方把 剩余的一半 给对方 这个叫做 剩余财产 分配请求权 那么第二点 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有关剩余财产 分配请求权的 保全的规定 因为关系到 双方的权利义务 那么有特殊的规定 第一点 如果一方 无偿行为 有害他方的 分配请求权 他方呢 可以申请法院 撤销 那如果是一方 是有偿行为 在行为的时候 明知有损他方 分配请求权 而受益人也明知 他方才可以申请法院 撤销 这是有关 剩余财产 分配请求权的 保全的规定 那么本讲的内容呢 大概跟各位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么下个讲次呢 就跟各位谈 婚姻的剩下的部分 主要就是离婚的问题 还有父母子女 包括了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和养子女几个问题 那么请各位按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